今天在新元工厂创门的时候看到了一辆新车 刚才他们研发还说这个车不能拍啊什么 强烈要求下把这个车推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SWM的SD60这款车的发动机确实是很亮眼 是来自于胡斯瓦那的那款红头的发动机 其实是196公斤 但是这个是放在2017年的时候 要知道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如果再拿这些配置放到现在市场就能来讲 我觉得并不太OK 分享一下这个车的一些配置 首先我看的就是一个黑白仪表 特别简陋的一个小仪表 然后前面的风档也是不能升降的 这些都是吐槽的槽点 但是一些基础的配置的做法还是不够的 比如说它的Brumble的制动 然后中间的点阵还是来自于高过Size 它在进口的状态下要做到89万的一个售价 目前来讲花89万块钱买一个650是很不现实的 所以新原版就是说CGD的方式来到国内来组装 目前的售价还没有定 那一会儿呢我们出去试一试 然后正好呢大家也来分一分析 这款SWM的SD650 国内的CGD的卖错了 865座高是个门槛1.78米脚尖着地 离火轻松 入岛前处 占入其心爽 高和区间储够来自当物出力很好 低速稳定性OK 头线加分 后续正值上时候再续续关键看价格